在整天忙着清理的过程当中 学生也发明了不少妙招 那么就发现像是这个会议室的地板 地上有很多黑色的脏污很难清除 学生意外发现 婴儿用的肺子粉爽身粉很好用 记得肺子粉可别急着 都要因为它有你想象不到的妙处 可以看到这个地板上面 有非常明显的一块黑色的脏污 我们将肺子粉撒在上面来测试看看 肺子粉已经静置了一段时间 我们现在拿起手中的吸尘器 来测试看它是不是真的清得干净 我们洗完之后可以看到 这个地板的黑色脏污 其实已经明显的变了很多 在会议室的地板撒上肺子粉 均匀的用手将它与地板融合拍一拍 根本充满一点一点脏污的地板 在铺上肺子粉后也有清洁效果 原理就在因为它的成分是 华氏粉 蓬酸 碳酸美和香料 这些不但可以有干爽皮肤效用 也可以藉由粉末和脏污融合 顺利将它清除 表面脏的东西能够 它可能就是会稍微有点黏结合的作用 让那些 因为那个华氏粉本身会滑滑的嘛 类似像那个碳酸那种东西 它本身会滑滑 所以让那个我们的脏东西 能够跟肺子粉它结合在一起 会让它我们比较好去除 除此之外像是婆婆妈妈的手套 黏黏的不好戴上手 但其实撒上肺子粉再度戴上 也可以让手顺利套上手套 像这样子的标签呢 其实如果我们用手去抠的话呢 抠下来会黑黑脏脏的 反而不美观 但是我们也可以使用吹风机 来去除它的脚痕 除了购买去自由 除胶剂 身旁还有很多好用的小物 可以帮上忙 而且用肺子粉这招 可算的是达人级的 这位王超燕盈台中报道